掌握及时资讯 开来看整点新闻 您好我是张永正 新闻首先来带您关心台北股市今天的收盘表现 因两岸金融机构的参股动作点燃金融股火力 意诸大盘指数今天都在红盘上震荡不坠 只是市场的追涨人气依旧不足 中场加成股价指数上涨29点 以7942点做收 成交量为680亿元 虽然是跨过了600亿元的第一辆关卡 但是距离800到1000亿元的中度热量仍有一段差距 涉及双子星开发弊案的太极双星公司顾问贾二庆 曾经担任过台北市捷运局开发处长 在鸡鸭亭上他改口认了行贿赖素如 检掉今天上午再度传唤他并确认他的证词后 讯后请回 面对媒体的询问贾二庆不发抑郁 而他的委任律师则表示 检方问的事证与之前差不多不便说明 此外检掉为了清查赖素如收下一百万元的钱金 是否存在助理彭敬亚的账户内 昨天已经传唤彭敬亚作证 讯后请回尚未改列被告 而陈鸿道昨天获得台北地院裁定五十万元交保 检方将会检视裁定的理由决定是否提出抗告 交通部铁路改建工程局东部工程处施工当中的花东线电气化工程 在今天凌晨的花连线瑞隧道复原间施工的时候 发生出轨事故发意外 电力架线平板车出轨 造成了八名工作人员跌落受伤 其中有一个人因为骨盆骨折 伤势比较严重 需要住院治疗 其他人经包扎之后都已出院 而这一起事故一度影响到东线铁路列车正常行驶 共有九列车 大约一千六百八十名的乘客受到影响 台铁迅速协调客运车接驳 在调度维修车辆排除障碍之后 东线列车已经在上午九点十分恢复正常行驶 经过初步清查 受到这一起事故影响的乘客中 约有七百二十人符合退票的规定 美国职棒德州游击兵队 今天队上休士顿太空人队 全场是以七比零晚风对手 首场先发的日级好手达比修 今天表现出色 前八局未让任何太空人的打者 急出安打或保送上磊 直到九局下两出局 达比修才被最后一位打者 敲出安打破弓 可惜未能够成为亚洲第一人 完全比赛的投手 而达比修今天退场的时候 若默群写在脸上 不过总教练华盛顿是上前安慰他 并且给予鼓励 我是碧玛 继续带您关心 宜兰在地新闻 宜兰县头城镇顶谱路边 维梨画展昨天开幕 维梨上挂了八十四幅素雅画作 全都出自于素人画家 李卢阿奔之手 他学画十年 本来是人生第一次各展 不过可惜在开展前一周 不幸病逝 其实十年来 李阿嬷已经累积了 好几本厚厚的大画册 因此儿子李静益 李静贵花了两个多月 在后院搭建五十公尺长的铁丝围梨 孙子还把画作翻制成照片 护辈 要举办一场围梨画展 给阿嬷惊喜 没想到阿嬷却发现梨癌 八十九岁的李卢阿奔 不是字 擅长女红 生前所画的镜物 风景画 一幅幅挂在李家后院围梨 正如他生前所散发的温暖 展出的地点在宜兰县头城镇 顶朴路一段233号 顺天府持府王爷对面 展期到13号 邀请民众前来欣赏 以上新闻由林碧玲编辑播报 掌握及时新闻 就在Given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